吉林省吉林市 今年26岁 硕士毕业于首尔大学新闻传播学系 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法语系 谢谢 大学本科期间曾经担任过院团委的院刊的美编 然后奥运会期间曾经担任过竞赛组织的志愿者 以及媒体协调志愿者 还有韩国语翻译 在留学期间曾经担任过韩国语翻译和网页编辑等工作 今天来到菲林莫署 想要寻找一份跟内容策划 文案策划或者是韩国语翻译相关的职业 谢谢大家 推荐一下 因为文英呢 就是我觉得它比较适合做文案 其实是社会社交化媒体的这个文案 为什么呢 它多才多艺 它文字写的也还可以 同时呢 它会Photoshop 会Code draw 就是它可以做原画设计 还会做视频的编辑 所以它可以综合的 比如说做微信微博的这样的工作 而且它曾经设计过logo 然后被一个著名的团体采纳 在竞争当中胜出 所以我推荐他 好 好 好像这个竞争 这个推荐的理由特别的充分 文英文英 我先问你个问题啊 就是北京上海你都可以接受 对吧 工作地点 对都可以接受 张敬威上海麦尔广告总经理 他从来不在这个时候说话 这个时候说话 我看到他有点激动 他说明他对你很期待 是的 是的 因为你的推荐人还是不错的 他刚刚讲的那些点 哇 天哪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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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沾了文英的光啦 因为他刚才讲的他那些点 他会logo的设计 会Photoshop 可以做设计 文字彩编 包括策划 包括影直 因为我们有很多影直的项目 你可以做一些 情节桥段的再创造 这个我们待会说 所以有点小激动 先问一下一些问题 这个学历上面说 你曾经是个学霸 并不是 就是说好的大学毕业 都是学霸 不是好的大学 这个东西要追溯到你的高中 好吧 讲一下吧 就高考考得比较好吧 我听你说吧 吉林省 你怎么 你好烦呢 能让人家应聘啊 他太谦虚了吧 谦虚 现在是我们俩的时间 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就是第三者 谦虚 我现在对你极为担心 我担心啊 像文艷这么优秀的求职者 你如果推荐人还做不好的话 下一集估计就见不到你 不 这个非常客气 好好好 行了 来来来来 说一下 自己说吧 高中时期学霸到什么程度 就高中的时候 可能比较喜欢学习吧 然后高考就 考的是吉林省文科状元 他很牛耶 真的很牛 你怎么能这么谦虚呢 如果是沐妍的话 他早就跳起来了 文艷你当时为什么选了法语呢 在高考的时候 报专业都有那种迷茫的吧 总得有个理由吧 你不能乱选 是吧 你怎么不选阿拉伯语啊 对不对 其实说实话吧 说实话 当然说实话 说实话就是因为 当时在吉林省招的那几个系 外国语方面 法语系的分数最高 分数最高 所以能够更匹配一点 法语几级 我专业八级 你是专业八级 学了法语怎么又学了韩语 韩语是这样的 我从小学一直到高中为止 上的是朝鲜族学校 你是上的 在当地上的朝鲜族学校 对 所以这是你学的法语 又去韩国的原因 其实去韩国最主要就是想学一下 那边的新闻传媒方面的 你为什么想到那边去学新闻传媒呢 因为觉得亚洲来讲的话 韩国还算是这方面比较有优势 跟着指导教授有做一些项目之类的 然后觉得跟我想要学的东西越来越接近了 他的那个教授啊 你们都认识 朱教授啊 不是 我为什么说他的那个教授你们都认识 从新闻里面认识的 韩国不是有一个教授说 看韩剧的都是收入低 学历低的吗 就那个教授 他的 干这个研究你参与了吗 对 这个研究我是参与的 而且这个论文当中 有你撰写的部分 就是我有参与 我想请问一下 你如何看待韩流 韩流啊 我觉得 他现在就是韩国本身对于韩流的宣传有一些过 就是说他们 其实在各国家韩流并没有那么夸大的情况下 他们本身在报道的时候有过的倾向 简历当中写 你好像对很多明星你都很了解 不能算了解吧 就是稍微 怎样的一个接触 就首先比如说看了他的电视剧啊 看过本人吗 有去见过本人 因为韩国 见过哪些本人 见过挺多的 包括 你说我跟你说话好累 对不起 你说话特别没有 就对自己感兴趣或者不感兴趣 你都是放开来 我是见过很多明星 李敏昊有见过 金秀贤也有见过 怎么见的 说给我们听一下 你说的一点都不激动 那你看见像他们很喜欢的 杜敏君和李敏昊 你会很兴奋吗 我没有很兴奋 不会很兴奋 对 那你对什么兴奋呢 到目前为止我没发现你对什么兴奋 我没有很兴奋 原因是因为我不是他们的粉丝 再问最后一个问题 韩国有端午节吗 其实韩国的端午节和中国的端午节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只是名字一样而已 是吗 他的端午节跟我们的端午节有什么不同吗 他们的端午节其实也是一个传统的节日 然后像我们的端午节是吃粽子 他们的端午节绝对是不吃粽子的 好吧 这样一个女生跟她聊天的过程当中是 我一直是在 挑逗 她在战斗 那么接下来这个任务我抛给你们了 第一印象已经初不了解完成 下位老板请选 好 下位老板都为你留当 接下来我们进入天生我有才 我再提醒你一下 这本来是推荐人该干的事 其实从头到尾你到现在的语言是没有任何激情的 一点都没有 就始终是那种非常非常平 甚至很小很小听不太清的声音 你这对你是减分的 我不是稍微要你抓狂啊 你稍微声音大一点 自信一点 然后给我们以清晰的听觉 乃至于感受到你的自信 可以吗 好的 我看到你在韩国首尔 帮助韩首尔地区做微博的发布和推广 你能不能讲讲 当时你有什么样的目标 达成什么样的结果 是 我当时是 到目前为止一直在为韩国旅游发展局的 那个首尔地区的微博做发布 就是它是要求每天 就是说基本上一个月发三十条 然后关于韩国的饮食 还有文化 还有一些旅游景点 是你来编写吗 对 是我去照照片 然后要写文字 然后给这些看的人推荐嘛 你接下来能不能发布一条这样的微博 非你莫属有了两个新身份 推荐人 一位是徐瑞 一位是慕言 慕言的身份原来是老板 徐瑞是第二现场组织人 据这个内容发一个微博 可以吗 可以了吗 该可以了 来 那我们听一下 首先要画个警号 警号 然后菲尼莫属 再警号 然后 是art不是警号 是警号 警号是话题 话题 他已经离死离我很远了 话题 不懂装懂 总有一天会死得很惨 我已经死了 继续 然后 虽然黄建设阳老师已经不在了 还在 还在 但是 但是 菲尼莫属从新的一期开始 多了两位 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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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赛选手 多增加了两位推荐人 他们分别是沐妍老师 和 徐瑞老师 嗯 又重复一百四十个字了 哎我看你那个 刘范君的微博写挺好的 你到这就 你别打断他 他想一想 对 嗯 因为你们对他挺有耐心的 让他们想 他给他时间 其他的选手你会给吗 是的 是的 真的是因为他的学历在背书 对 曾经是文科创业 他自己还不愿意说呢 他开始逼着他说的 就我感觉跟他对话吧 就有点 给我吧 这里面到底是紧张 还是他能力就是这里 这样 文艺我发现 文艺其实不适合 在短期内用语言 表达他的文字的能力 这个他不太具备 那文艺你能不能直接说 我具备做得很好的事情是什么 哪怕不能现场 立刻就给我们一个演示 你可以先列举出来 其实我就是最喜欢的 最喜欢的还是就是美术方面 画画这方面 对其实你的抠照的一些作品 但是就是因为我没有专业背景 所以我一直不敢拿这个书 你带了作品来吗 你有作品带来吗 对我有 你带了什么作品 来给我们 这些是我自己画的 就是用书为板画的 你画画了几年啊 我都是自己画的 没有学过 来再换一张 这在业余的里面算画得很好的了 没有了 来黄总 我觉得因为你的学习经历 在韩国首尔大学学这个传播 韩国这个动漫游戏这块是比较发达的 你对这个行业有没有兴趣 很有兴趣的 然后当时跟着教授做研究的时候 也有过相关的资料的收集和研究 就有那个分析 这样这样 我想问一下 白文英 最后再确定一下你的求职意象 求职意象是什么 你刚才还冒出来了美术也画得不错 你最后的求职意象 第一是什么 第一是影视媒体相关的 影视媒体相关的什么 文案 文案 影视文化当中的文案 好 第二意象是什么 第二意象可能各位老板没有能提供 说嘛 没关系 说出来吧 韩国语翻译 还有第三吗 没有了 有自己预期的薪金吗 有自己 你别管他 我必须插一句 那个原话设计你会放弃吗 如果有人提供 如果有人提供我当然会 其实文案和彩图可以放在一起用的 这个没关系 这是优势 这是加分的地方 我就问最后一个最现实的问题 就是因为你今天 其实我们以为要抢成一片的 我不知道面试节会这样 所以现在你明显不止你的 希望薪金六千 愿不愿意降 我们可以台下在 愿意降到多少 至少多少以上 四千以上 四千以上 这忍者见仁我觉得还是值的 行啦 各位 各位 既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那么大家请选吧 第二轮选择 开始 我给你提供的就是你第一意向的职位 我觉得你的基本素质好 很多时候你的天花板 你现在看不到 也许一直会碰不到 所以我觉得你未来发展的空间是很大的 谢谢 我们轻轻书动画公司 想给你提供的是 动画品牌的 营销策划和推广 这方面的工作 如果你对动画有感觉的话 你可以考虑我们的职位 我的职位是我们那个 优生教育团研究院的 研发助理这么一岗位 文英乐货网能给你提供的 我们市场部 社交媒体的运营专员 因为今天的社交媒体的运营 会涉及到大量的视频内容的制作 所以会跟你的第一意向 有部分的吻合 谢谢 来 张扬 一桃石为你提供的岗位 是我们的最新开设的 美食频道的美食编辑 好 谢谢 其实我们看得出来 其实他是一个 可能是路遥之马力的一个人 应该是有后劲 潜力的一个人 接下来由五盏灯位已保留 已去灭掉三盏 保留两盏再回来 好 谢谢 shadows 谢谢我们接下来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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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得挺大 上游广告的那个笑语特别好 而且我觉得她很认可 笑好了吗 好 笑开花了 现在开始笑开花了 心花怒放了 我是这上台最后第一眼看 你写了多少呀 不不 张静薇 我特想采访你一下 她就是表现的 你觉得好吗 其实我从今天一开始 就觉得她很不错 因为她可能不太擅长 当季很快地去表达 包括她可能运营 就是因为她不擅长 你们是怎么发现的呢 我太惊讶了 不是 钱浩 你这也多余了 我觉得啊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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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她的学历 开到六千是正常的 所以我不问她 但是这样的表现 她都承认并不是很理想 为什么开八千 人家已经把你灯笔灭了 来 我来张静薇回答 其实两个原因 首先你刚才回答 我们出的那道题 关于微博的东西 虽然它的机型发挥 不是很好 不是很出彩 但它的语言非常的严谨 而且没有网络语言当中 很多的这种泡沫和浪费的东西 它的每一个字 我觉得相对还是严谨的 可能给它更多的准备 更多的素材 它可以能写出 非常适合去推广的东西 因为它的基本功 我觉得通过学历 是可以感觉得出来的 包括它考的分数 我想所说的是 语言的发明 有的时候真的不知道 是加强了我们的表达 还是限制了我们的表达 有的时候语言确实是如此 有的时候语言 不能表达出我们内心所想 所以有的时候 既然你们俩能 误出它的能力 那就误吧 好吧 15秒钟考虑 15秒钟考虑 我选得轻轻轻轻 好 在这一方面 比较迷茫 我自己也不太亲密 自己在这边 想要做什么 然后 经过整个节目的录制 我觉得我 终于找到了 自己想要做什么 大型足球 励志真人秀 中国 我